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日的新闻可真是精彩绝伦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57岁任贤奇 在演唱会前吸氧 引发了大家对他身体状况的担忧 任贤奇在澄清视频中幽默回应 大家以为我快挂了 其实我吸完氧气身体更强壮了 接着我们要聊聊歌手2024 这档节目真的放大招了 不仅有亚当和断媒参加 传闻中的超级巨星艾威尔 也可能会在第九七登场 真是让人期待不已 最后我们要探讨一下 庆余年二第二季夜流云 不杀范贤还一键批半楼 这个细节为第三季埋下了 怎样的伏笔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57岁的人贤奇 凭借心态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经典歌曲 红遍两岸三地 如今在内地忙于 奇迹2024巡演 近日 一段他在演唱会上台 前因缺氧 在后台吸氧的影片 在网上疯传 引发粉丝 对其健康的担忧 任贤奇 在澳门演唱会前澄清 幽默回应 自从我吸了之后 身体明显强壮好多 他还拿暖水壶 半氧气瓶 表示自己状态良好 粉丝们纷纷表示 放心和支持 腾讯 芒果台的歌手2024 节目邀请了众多顶级歌手 亚当和查理 普斯 段媒已经确认参与 亚当的表演更是证明了芒果台 影响效果的顶级水准 网络上还疯传爱威儿将会在第九期登台 这一消息引发了网友们的极大期待 芒果台的节目不断兑现邀请顶级歌手的承诺 显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和资源 甚至有人戏称这届歌手2024堪比中国的格莱美 腾讯 庆于年第二季最后一幕 叶刘云划小舟偏然而至 范贤断定他不会杀自己 果然叶刘云没有出手 还提醒范贤要小心庆帝 叶刘云一剑批半楼 震撼众人 范贤的真气也得以恢复 叶刘云作为大宗师 漠视百姓安危 但他的真正意图可能是迷惑庆帝 最终在第三季中联合苦河和四股剑 在大东山决战中击杀庆帝 第三季的重头戏将是班导明家和大东山之战 范贤与叶刘云等人的联手将决定天下的命运 腾讯 香港女星张柏芝自出道以来 先后与三位经理人朱永龙 向太陈兰及于玉星反目成仇 其中于玉星在2020年将张柏芝告上法庭 指控他违反合约 要求归还已收取的千万港元 预知片酬 并交代多年的演艺收入 于玉星在自创歌曲《遗犬之名》中 歌词直指张柏芝的恶行 表达了他对他的失望与愤怒 他回忆起2011年决定帮助张柏芝的经历 描述了当时如何被他的忠诚 誓言打动 最终在三天内支付了四千万签约定金 于玉星表示 他的朋友肖若元当年曾警告他 不要与张柏芝合作 但他当时为了力挺张柏芝 而反击肖若元 如今回想起来 感到自己愚昧无知 于玉星坦言 张柏芝的忘恩负义行为让他深受打击 他只希望拿回支付的四千万签约定金和赔偿 腾讯 歌手2024播至第四期 节目凭借强大的赛制 和不断迭代的新鲜感 成为现象及爆款 洪涛导演的踢管补位 淘汰制激起了歌手们的拼搏精神 淘汰制的真淘汰感 让每位歌手都拼尽全力 然而随着节目进行 观众对一些歌手的经验感逐渐转化为疲劳感 因此引入新鲜血液显得尤为重要 节目中的国际友人 如Shantay Moore和Fauzia 给节目带来了新鲜感 但也需要不断引入新的歌手来保持观众的兴趣 接下来将有00后 歌手张玉琪加入 让人期待他能带来新的惊喜 节目组通过邀请超级大咖进行单场飞行对抗 创造了多赢局面 既为节目增添了看点 也为在线歌手提供了与顶级歌手对阵的机会 腾讯 台湾女星迪英的儿子孙安左因在泰国涉嫌西石大麻后 精神恍惚 闯入民宅被捕 引发了一系列家庭风波 迪英赶到泰国就儿 并指责儿子的前女友阿奶的朋友 对孙安左下鼓 迪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因大姑的行为感到心寒 甚至考虑与老公孙鹏离婚 迪英对儿子的爱表现得非常强势 曾逼儿子吃饭 严格管教 但儿子孙安左却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反驳母亲的说法 称家里的人有病 还被怪罪到前女友身上 迪英曾为儿子在美国的言论事件辩护 如今又因儿子在泰国的事件心力交瘁 尽管迪英对儿子的爱深沉 但儿子似乎并不领情 反而与家人关系紧张 迪英的强势母爱是否真的对儿子有益 值得深思 腾讯 在娱乐圈中 姚晨总是给人一种重情重义的印象 她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的一组同学聚会照片 瞬间引发了热议 毕业20年后 姚晨和她的同学们再次相聚 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 照片中 黄小蕾笑的花枝乱颤 尽显她那份纯真和豪爽的个性 于波则保持着动灵的外貌 显得格外年轻 值得一提的是 于波曾在钓鱼台国宾馆担任过两年的警卫 23岁才考上北影 算是大龄大学生 杨志刚则以她独特的笑容和疯癫的表现 成为聚会中的亮点 姚晨在同学中显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她如今已适应世界的收视女王 国际知名度也很高 这次聚会不仅让大家重温了学生时代的美好 也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腾讯 6月1日儿童节 张子怡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与儿女的合照 为他们庆祝节日 这是她离婚后首次公开与孩子们的温馨合影 备受关注 张子怡刚从国外工作回来 特意回国陪孩子们过节 展现了满满的母爱 她和两个孩子一起外出游玩 张子怡打扮得时尚靓丽 女儿醒醒则越来越像爸爸汪峰 俨然是她的翻版 弟弟虽然没有正脸出镜 但依旧软萌可爱 帅气十足 张子怡和女儿一起摆出舞蹈姿势 母女俩互动甜蜜温馨 汪峰也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陪女儿参加学校运动会的视频 父女二人配合默契 玩得非常开心 尽管两人已经离婚 但对孩子的宠爱丝毫未减 孩子们在父母的共同关爱下 定会健康快乐地成长 腾讯 歌手2024一上线就因其全新的直播形式 引发热议 那应作为唯一能飙高音的华语歌手 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 随着节目的进行 其他歌手的表现也逐渐凸显 汪苏龙在最新一期中回归 自己擅长的风格 一曲雨天 雨天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欧美歌手Shante Moore和Fausier的表现依旧稳定 分别拿下第一和第三名 杭盖乐队和黄轩虽然发挥出色 但排名不理想 孙楠则用一嗓子惊艳全场 改编后的拯救展现了他强大的演唱实力 成功拯救了华语乐坛的颜面 相比之下 那应在节目中的表现频频失误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孙楠的出色表现让观众未知骄傲 也让他在这一季节目中稳战一席之地 腾讯 在嘎那电影节的红毯上 凯特·布兰切特 以一身别具匠心的礼服 引起了全球关注 这件礼服前面是黑色 后背为粉色 高开叉设计 在媒体灯光的闪耀下 粉色更像是白色 但当他轻撩裙摆时 露出了绿色的内衬 形成了巴勒斯坦国旗的颜色组合 布兰切特以这种巧妙的方式 声援巴勒斯坦 引发了强烈的舆论反响 他的行为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尊敬 也让人们看到了 他作为一位大明星的担当和正义感 布兰切特的这一举动 不仅在嘎那红毯上掀起了波兰 也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赞誉 腾讯 李连杰的成功 离不开他生命中四个重要的女人 首先是他的师姐黄秋燕 两人在北京时差海体校相识 黄秋燕在李连杰事业低谷时 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 并最终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其次是李连杰的干妈 这位贵州农村妇女 不仅在李连杰患病时 用偏方治好了他的顽疾 还在他事业选择时 给予了关键的建议 第三位是选美冠军励志 李连杰为了他不惜抛弃妻女 净身出户 两人婚后更是强强联手 共同度过了事业上的重重危机 最后一位则是向太陈兰 在李连杰陷入债务困境时 向太伸出了援手 帮助他度过了难关 正是这些女人的支持和帮助 成就了李连杰的武打巨星之路 腾讯 汪峰在六一儿童节 晒出了一段参加女儿醒醒 运动会的视频 视频中他和女儿一起 完成了多项亲子运动 显得非常开心 尽管汪峰因为官宣恋情 遭遇了一些争议 但他依然保持了对女儿的关爱 醒醒在运动会上的表现 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质疑汪峰拍视频 是为了发微博 立好父亲的人设 但更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父亲 对孩子的正常关爱 同一天 张子怡也晒出了与女儿醒醒 和儿子的合照 显示出两人虽然分开了 但对孩子的爱没有减少 尽管汪峰与森林北的恋情 备受关注 但他们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 依然如初 腾讯 最新GQ制足圣典红毯上 明星们的造型 可谓是五花八门 但大部分与新中式主题相去甚远 张新成的造型 让人摸不着头脑 像是基建服和理疗装的结合 而童谣的青花词 抹胸裙 则完美诠释了新中式的精髓 低调华丽 男明星们 普遍选择了保守的黑色套装 缺乏中式元素 而女明星们 则显然花了更多心思 宋家的黑色 新中式造型 和中楚西的深蓝色祥云 暗纹抹胸裙 都展示了浓郁的中式韵味 相比之下 古丽娜扎和田希薇的身材 过于消瘦 显得病态 反而让人感到不适 娱乐圈的病态审美 确实该停了 腾讯 汪峰和张子怡 虽然离婚 但对孩子的爱丝毫未减 汪峰陪伴女儿 参加运动会 张子怡从伦敦赶回家 陪孩子过六亿儿童节 尽管两人离婚 但他们依然尽力陪伴孩子 汪峰接送女儿上学 张子怡出差 也不忘和孩子通话 这种陪伴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 未来也会回报父母 张子怡穿着蕾丝长裙 和反季节的鞋子 引发网友热议 但她依然美丽动人 离婚后 张子怡和汪峰 都专注于事业和孩子 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张子怡的事业仍在继续 她主演的《降原弄》 也备受关注 重新找到自信的她状态超棒 腾讯 新《射雕英雄传》 即将首播 让武侠迷重新燃起了期待 电视剧《金庸武侠世界》 以《射雕英雄传》为核心 分为多个单元 预计这个夏天上线 饰演郭靖的《吉武此沙》 和饰演黄荣的包尚恩 备受关注 但包尚恩的现代感 让人担忧她 能否胜任黄荣一角 孟子怡饰演的《梅超风》 《美丽妖野》 气场十足 预告片中的高光镜头 让人印象深刻 高尾光饰演的欧阳峰 和周一维的角色 也备受期待 陈都玲饰演的《冯恒》 更是美得惊心动魄 虽然故事经典 但如何拍出 新鲜感仍是挑战 观众对金庸武侠世界 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